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Dereck 你好 你好 Dereck 其实你在日韩工作了多久? 三十多年了 是吗? 是不是骗我们才那么年轻? 发了妆 Dereck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日韩三十多年 你觉得日韩和其他航空公司相比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亚洲航空公司 其实亚洲航空公司和其他欧美航空公司 大家都知道服务、水准、文化有些不同 我们已经由1951年开始创立 已经超过六十年了 早两年左右 我们就有一个改革 之后我们就奉行了三个企业的概念 第一就是在员工方面 公司希望develop我们每一个员工 对一个全人的成长 不单只是金钱 或者不单只是在学问上 第二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客户 我们希望提高最好的服务给他们 一个无与伦比的服务 第三就是社会的责任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 或者客户 对社会我们都要有一个投入 和一个贡献 是的 其实当我入行 我知道 听闻里面的装饰都很讲究 其实有什么特别呢? 里面的装饰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做四季的概念 四季的概念 我们春夏秋冬四季 飞机里面 那个颜色的使用 甚至乎我们用的桌布 你的枕头 都是四套不同的颜色 我们有最新的航机 一支787 波音787的航机里面 就用这个色调去调配 没有求使客人觉得很舒适 还有他们知道什么季节 就像现在夏天那样 那用什么色调呢? 用什么装饰呢? 大家猜一下 夏天就是蓝色 春天就是Michelle的颜色 就是櫻花 櫻花 櫻花 日本很出名 是的 秋天就是落叶的时候 一些橙色 橙色 而冬天就要温暖 像这个梳化衣 红色 红色 原来在色调方面 也有四季的布置 真的非常讲究 我们亚洲人坐飞机 最重要是想想吃什么 其实在日韩上有什么食物呢? 你想到日本食物是什么? Sushi 壽司 一定有 我们有自己自制的Gel Wudong 我们叫做Wudong 我们也有自己自制的 我们叫Sky Time 是一个飞机上 一个清凉的饮品 是用什么做的呢? 有什么饮品? 我们开始创立的时候 就是用一种奇异果 到今天一路已经转了两次了 我们最近用的就是在沖繩岛 里面找到一种叫甜点的金骨 那里面就有一些清甜 有些少少酸的感觉 非常好的 是的 我都相信 我都相信一定是非常适合 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因为日韩也是亚洲 是的 除了食物 还有装饰 另外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想要说一下我们对环境 现在很多人都关注环保 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日韩有不同的飞机 有时会看到这架飞机画了不同的画 我们有一架飞机画了Hello Kitty 那代表什么呢? 是我们支持一个抗癌的基金 在日本 特别是抗抗子宫癌 鼓励妇去验身 另外我们有一架飞机 是游了绿色的 我今天没有在那里 里面提到我们要关注环境 我们正在研发不同的油 希望可以减少污染环境 我知道你带了一架飞机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图片 想展示给我们看 其实另外在你制作图片的时候 也想问一下 很多人都知道环宇一家这个概念 那你们日韩 是不是亦属于环宇一家的成员呢? 是的 我们目前就有十个成员 主要的航空公司包括日韩 包括国泰航空 澳洲航空公司 英国航空 美国航空 而我们和美国航空公司 现在在太平洋线 是一个盈利共享的合作 至于加拿大 我们就和WestJet 西哲航空 有个机号共享 现在这个世界都是说合作 是的 如果大家坐日航的时候 那些积分是不能归落 譬如是环宇一家 是的 任何一个环宇一家航空公司 你有一个他们的frequent flyer 的户口的话 你也可以归进去 任何一个里面 当然你可以进入日航 我们叫日本航空公司的 Mailage Bank 我明白 那你有些什么?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一个新的飞机 这是一个新的787航 这个新的787航 其实是什么特别? 这个不是一架很大的飞机 但是在航空界来说 最近都很关注 早几年大家可能知道是Air Buds 380 最近就是这一架 这个飞机等于现在最新 如果你驾车是驾驶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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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驶 好像现在的楼升到要11尺 空气流通也很好 它的过滤系统很多方面都对健康很好 它是一个长程 但是座位不是那么大 大概是200客的机种 这个特别是日航才有的? 不是 我们是第二家航公司 现在很多航公司都希望 因为当耗油量低 你的成本就降低 对客来说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 好 那这个耗油量大概比起以往747 大家都熟悉的 机种就省大概40% 哇 很厉害 那很厉害 说完这个日航 其实有很多人想说自己去日本玩 其实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我知道日本也有一个最吸引 一个新的景点 陪你介绍一下 是啊 我们这个如果电视机看到 就是一个叫日本达人的网站 就是日本航空公司我们设立的 那你进去里面 你就会找到很多自助去日本 特别是东京方面的资料 那大家不妨去参考一下 那至于另外一方面 这方面是关于去日本玩的 有一个新的景点 有新的景点 有新的景点 这个就是一个叫Sky Tree 以往呢 有没有这个图片 有没有这个图片呢 就是比CN Tower更加高的 全世界最高的塔 全世界最高的自己独立的 独立的一个塔 有几个图片 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有机会去观看 没错了 其实有一个新的景点 也是在7月才开始的 是吗 今年7月 今年7月开始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所以现在因为有了这个新的景点 也有很多朋友有兴趣 你真是想一看到这个 全世界最高的塔 是否真的比我们的CN Tower 我自己也是看过照片 我也很想去 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去 好 今天很谢谢Derek 你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其实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想问 入行方面的消息 你们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们办公室在慢感 联络我们的最好 就是探访我们的网页 就是gel.com www.jal.com 你就找到需要的资料 好 也可以Google 刚才你说的日本达人 是吗 是 没错 日本达人 记得可以Google 这个网站 可以拿到一些自助旅行的 是 是 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 今天谢谢Derek 也很谢谢你提供我们的 这些资料 谢谢你 谢谢